民政黨主席柯文哲陷入總統大選政治獻金做假帳的遺言 時任靳總總幹事的黃珊珊 雖然已經請辭黨職 不過黨內仍要求黃珊珊必須請辭部分區立委的聲浪不斷 對此自家黨團總召黃國昌幫忙緩加 強調現階段還沒有請辭問題 柯文哲也表示後續再來討論 別先自亂陣角 黨內陷入政治獻金做假帳風暴 民眾黨立委黨團總召黃國昌 新北地方視察行程不受影響 但時任柯文哲進辦總幹事的同黨立委黃珊珊 卻成為黨內劍靶 請辭中央委員黨之後還是拼傳逼宮 要求黃珊珊一起死掉部分區立委 珊珊在整個競選的期間當中 我覺得她非常的辛苦 到目前為止並沒有這個層次的問題 八位立委大家還是齊心協力的 就在立法院的工作崗位上 肯低頭人競選期間的努力 黃國昌幫忙緩家 而黃珊珊態度也轉為低調 但似乎還是無法擋下黨內雜衣 做了那樣子的一個心情表落之後呢 我昨天晚上其實收到非常多 黨內同志的這個 所謂的心有七七言的這個 訊息的關心 前一天才在自家節目上激動落淚 要求黃珊珊負起責任 民眾黨宜蘭縣黨部主委陳婉惠坦言 一番言論一出 確實收到不少回饋 同時也在向黃珊珊喊話 我對他更多的期待會覺得是在 即將來臨的這個第二會期的預算會期 我覺得他應該要有更突出 更好的一個表現 這還要內部討論 混亂的時候就不要再添亂了 先先穩住正腳 定調是否基礎處分 一切交由中平會獨立處理 畢竟面對眼前風暴 民眾黨可不能再自然正腳 得先一步步找回支持者信心 記者探訪李明洪 臺北報導